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都会认为 认知障碍症是正常的脑化现象 是避无可避 想着人老了就当然是没有记性 但其实认知障碍症 并不是因为正常脑化所引致 而是带脑神经细胞出现了问题 不如我们请脑神经科顾问医生 朱延培医生和大家讲解清楚 看片之前记得要like、share、subscribe我们 再按一下小鐘 这样有新片就不会错过了 如果说到认知障碍症 其实我们都要分为 是早期、中期、晚期 一般来说在早期的情况 患者可能会很羡慌 常常都会忘记身边的东西 可能会重复问一些问题 等等的状况 而患者都自己未必察觉到 可能会失去一些时间感 例如可能约了朋友 有经常性都会忘记 不是隔不中 因为有时我们也要分析 究竟是否压力太大 可能突然间一两次忘记 之后忘记 还是经常性出现 除了失去一些时间、空间感 可能在身边的地方 开始有些不太熟悉的情况 而身边的人也察觉到 也会影响到患者的日常生活 到中期的时候 可能他真的忘记了 有时会出现迷路 又或者可能经常性 处理不到日常生活 例如可能在金钱上面 又或者在一些煮食上面 忘记了息怒等等的症状 他可能在言语上面 都会表达上面出现一些问题 另外可能是判断、计数 开始都会出现一些困难 到慢慢再转变的时候 他可能慢慢的行动 或者上面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可能在飲食上面 吞烟等都有机会 慢慢慢慢会变差的状况 很多的患者 亦都有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 超过大概七八成的患者 都会有这些情况 一般来说 部分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幻觉 又或者一些团职的行为 整天存了很多东西在家 亦都有很多可能会 整天都有一些焦虑 亦都可能会怕别人害他 这些等等的状况 可能晚间一到黄昏夜晚 他就会出现一些错乱 可能会周围走来走去 或者自己走出家 等等这些状况 其实最困扰就是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 因为这些都会很影响 会增加了身边的人的压力 一般来说 其实认知障碍症 有七成的患者 都是一些阿滋海蜜症 有两成是一些血管性的认知障碍症 例如有些小的中风 可能引致到 它有部分的功能損失 导致认知障碍症 也有其他 剩下一成的话 就是一些其他比较少有些的 就是脑退化的疾病 我们集中说阿滋海蜜症 通常这些是一些脑退化的疾病 暂时在科学界上 都未能完全掌握 为什么会出现阿滋海蜜症 但是我们也有研究 发现其实在这类型的患者上面 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不正常的蛋白质 我们叫Aminoid 一些铝淀粉蛋白质的沉淀在脑部 引致到脑神经细胞的破损 逐步逐步 这是一个退化的疾病 所以患者 当它越来越多Aminoid 这些铝淀粉蛋白 它的神经越破坏的时候 就会出现刚刚所说的种种的迹象 一些认知障碍症的迹象 我们诊认知障碍症的时候 一般首先就是问病历 很重要的是和患者和家人 因为从患者的角度 他说出自己有没有留意得到 和身边的人有没有留意得到 例如他日常的行为 有没有刚刚所说的 例如经常忘记的事情 也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 是一些早期 一定是中期还是晚期的情况 之后我们就会做一些认知评估 一般来说我们会用一些叫Hong Kong Walker 去看患者去评估 究竟他的认知能力 在不同范畴的表现是如何 例如他的短暂记忆 可能他的判断 可能他的抽象的计数 等等的范畴 去评估究竟是哪个范畴上出现一些问题 而似不似是一个认知障碍症的情况 再者我们通常如果有怀疑 我们通常都会帮患者去做一些血液的测试 看看有没有甲状线的问题 有没有维他命B12的缺损 因为这些都会有机会影响患者的寄生 如果都有怀疑的话 就会做一些结构性的检查 例如CD scan 又或者是磁力共振 甚至还有一些进步 再进步一些进步的映像 就是一些检查 就是一些静电子的掃描 一般来说 磁力共振 我们会看到 究竟有没有曾经一些中风的情况 引致一些血管性的认知障碍 如果是阿肢海默症 我们可能都会看到部分的位置 在哪个位置 有没有一些萎缩的情况 至于刚刚所说的 静电子 这些比较先进的检查 就是一些静电子的掃描 或者静电子的磁力共振 就是最主要去看看 患者有没有一些 我们刚刚所说的 Aminol 一些磁电粉蛋白的沉电 在腦部 当然不是每个患者都需要做 但是这个有时都会帮助我们判断 患者是否有一个 认知障碍症的情况 很多人都会问我们 有没有什么餐单 可以预防一个认知障碍症 其实有外国有些研究 发现一些地中海参 包括多菜和多深海鱼 是有研究显示 可以令到我们普通人的寄生 延缓 不要让它那么快去叉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和病人说 可能真的要多菜多鱼 不要太多肉类 其中多深海鱼可能是因为Omega 3 亦都会增加了 希望减低磁缓的状况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建议 其他就是均衡的饮食 因为有部分的患者 例如素食类的患者 他可能是因为吃太少肉的话 他的维他命B12也会缺乏 也会增加了他的记性不好的情况 认知障碍症 我们一般分为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 如果说药物治疗 在早期至中期的患者 我们一般来说 会用一些药物叫做胆减之煤抑制剂 这些药物都会希望可以 减低他老神经的传道物质 增加他的浓度 希望减少他的破损 然后延缓他的状况 另外也有一些叫做MMDA的抗抑制剂 亦是给一些后期的患者去用 同一个道理 希望等他的神经传道的物质 希望稳定他 不要让他差得这么快的状况 这些都是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法 另外也有一些非药物治疗 其实在非药物治疗上 例如我们的照顾者 要跟患者 例如有一些怀面治疗 怀面治疗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跟患者多些看一些 比如说一些旧的照片 因为患者通常 他短期的记忆可能会差一点 但是他短期的记忆会好一点 所以当你跟患者 看一些旧照片 有些旧记忆的时候 你跟他的关系好一点 他也觉得有一个大家共同 就是有一个关怀的情况 当你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 患者心情好一点 他的记性也会没有差得那么快 另外也有一些音乐的治疗 也有一些多感官的治疗 也有一些叫做现实导向的治疗 例如我们会给一些memo pad 或者一些身边的环境 可以给一些提示 他可能说日曆 让他知道究竟今天是多少月多少日 星期几这些状况 有时都会有一些提点的状况 多感官或者音乐的治疗 是有助舒缓他的情绪的状况 这些种种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做得到 在一个照顾者 可以和患者一起去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 我们可能会帮患者定一些日曆 计算日程表 让他每天在每一个时间 都有些有规律的行情 让他不会整天无所事事 什么都不做 因为当患者越来越少 一些刺激社交的时候 他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差 所以我们很建议患者 如果可以的话 或者家人可以的话 可以帮他安排一些活动 又或者一些日间中心 去继续给一些刺激 让他的腦部继续活跃的情况 希望减低症状的惡化程度 第一我们就要有一些同理心 因为很多时候 当有认知障碍症的患者 他的表现 无论行为情绪 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改变 又或者他经常都不记得 或者很多疑的状况 有时我们都可能和他相处的时间 少点挑战 可能少点挑战 让他不要觉得 你经常都在说他不对 说他不是的状况 反而反过来 我们多些鼓励的语句 又或者他多些支援他的状况 因为当你有同理心 而患者也感受得到 你真的关心他的时候 他也会愿意跟你配合 例如食日方面 他觉得你不是在害他 他也很愿意去食日 他的活动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照顾者也要留意 家居的安全 因为可能在家居的安全上 例如可能不可以太黑 也都可能会有足够的灯光 又或者扶手各方面 希望等他也不可以 例如他可能会开爐 我们可能会改用一些电子炉 这些等等 其实都可以留意这个状况 也都会建议照顾者 可能和他也有一定的社交 可能带他出去 有少少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之下 去继续他日常的社交状况 太大的改变有时 有时会短暂刺激 突然间会令到患者不适应 也有机会令到状况惡化的情况 所以这些都要留意 如何去照顾患者 看过这一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留言问我们 我们会尽快找医生解答 提考大家 记得要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们 我们下集再见 com 你 你看 我